這個 就在民間動員 對 就在民間動員那人地圖 好 開始 謝謝 謝謝 TEST TEST OK OK 好 各位好 我是吳珊安 是第一次參與 就莫名其妙從一分鐘被取 變成三分鐘正式 然後又被拉到了 水寶局的保留候補 我很驚訝 我睡覺起來 世界全部變了 OK 好 我們這次提案主題是 就在民間動員量能地圖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想做這個東西 前陣子在 Slack 上 有開啟了關於民房 就是 Civil Defense的活動 歡迎大家來這個頻道 討論關於民房的東西 那其中 我沒有討論到就莫名其妙 那我最近 本來就觀察到 這次好像沒有相關的 比較相關的提案 所以 比較類似的提案 所以我其實想說 決定要用 想說好 我就在昨天 哈拉的時候 決定提案 那 好 那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救災通常會是 政府單位去做負責 那通常是 警銷人員跟國軍 就大家有時候看到 像風災或是地震 有時候會這樣子 那但這些量能是有限的 這些是有限的 而且是過勞的狀態 大家都知道警銷過勞 所以我會想到說 如果可以整合民間救災量能 因為像我所知道 很多所謂的鳳凰義工 義警 或者是一些 甚至真的有專門 在進行救災 救災震災的團體 那我覺得這些 團體量能如果能夠整合 並且 資料整合起來 它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所以我決定 那如果只是純文字 有時候不夠直覺 那我就想 好 不然我就做成 類似口罩地圖嘛 就做成開放式的地圖資料 好 那目前規劃是 啊 找人 對 因為我 對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人就是個坑主 開心坑就是要找人 好 那 我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就先開始說 做救災量能 這個救災量能 包含 人力 甚至人力物資這些都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 先做成資料庫 對 然後要把它做成 前端網頁地圖 然後目前我想到的是 其他幾個功能 就是做即時通報 那比如說有緊急的地震 或者是 甚至一些大型的特殊災害 像 之前高雄氣爆之類的 類似這種的 我們就可以做即時通報 然後 線上如果有 類似的量能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哪些量能 可以使用到 那再來還有 昨天在 民房頻道時候 Running有跟我提到 離線的備案 因為有可能戰爭 會影響到我們的 就是基礎測試的使用 所以我們想要做離線備案 可能 那我記得Peter 有跟我提到 像是爬山用的 離線地圖資料 就可以使用 那很多事情都有用 好 目前想要爭 那目前我要做什麼 如果這個坑真的成立 我真的變坑主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想要找資料資源收集者 就是想要找台灣各地 有知道哪些團體的 或者是人力 或者知道哪些 志工資源的都可以 再來是資料工程 就是我們想要做資料庫 然後前端網頁 就是做地圖的網頁 然後我還是想要一個 至少一位設計師 我們做自己設計 然後再一個基礎建設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剛好提到 OK 那個 因為我們會有離線之類的 然後我們有時候需要主機 那斷是地圖服務 那個 國內的地圖服務這樣子 那 還可以更多 那目前我想要是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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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